阿发你在哪里 冰柜藏尸真的是阿发吗 是死者自求 还是被人活活闷死 冰柜里面的漫画竹炭与台灯 是肥葬品还是祭品 好我为您介绍 今天的四位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呢是媒体人吴国栋先生 第二位呢是殡葬业者 郭东修当过兄 再来一位是命理老师林正义老师 好还有一位是 媒体人戴志阳先生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冰柜藏尸其案 那么这个事情呢 这个发生的时候 大家都买二手家电 都要非常的注意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 怎么二手家电 我们家有这种冰柜 已经是没有了 因为我们那个 一个礼拜才买一只菜的人 所以我们放了阳台 因为冷冻柜不够 而且我们人缘好 当有节啊粽子啦 平常蛋糕 我们都可以整个放进去 那这个放进去 这个存多久 可以 鱼肉啊 鱼啊 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整个是冷冻柜 所以它可以真的保鲜还不错 我们今天是要介绍冷冻柜吗 哈哈哈哈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家庭 除了一个冰箱之外 它会多 这个在国外很常见 它会多买一个冷冻柜 那这个冷冻柜呢 不用担心你们家会发生危险 嗯 因为你放不下 哈哈哈哈 我看 我的助理说如果大安路封街啊 他就知道要到我家 哈哈哈哈 因为存粮大概可以够一个月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说 发现一个二手冰柜 然后呢里面竟然有一个尸体 而且那个尸体的摆放的一些不太一样 跟一 待会要问一下当归 那重点是这个案子已经知道是谁了 已经找出死者是谁了 怎么找到的 他死者是按照DNA找到的啦 但我讲说其实他重点就是说 当初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说 他是一个女尸 而且那时候还讲说年轻小女孩 只是说因为这个冰柜 大概长度只有120公分左右 长120公分 那其实后面发掘这遗骸在里面的时候 也刚刚好塞满 而且 对 也刚好塞满 所以说一般人 一开始大家第一个印象 也就是说还没有见识过 第一个印象就看说 这个人那么瘦小 就刚好旁边又挂一个小小的女佣内裤 看起来又是小孩子穿的女佣内裤 所以大家一开始就想说 哇 第一个是不是凶杀案 那第二个死者是不是 曾经遭受性侵害 然后被被弃失在那边 所以一开始是这样子 而且里面还有台灯 对 里面又有台灯 漫画 还有木炭 那它的铺设很奇怪 跟大家讲 但是有一个重点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它铺设是最底下一层是木炭 木炭上面就摆平了那个漫画 对 漫画在上面 所以漫画有十几本 对 三十几本 三十几本 对 然后那个漫画上又铺了一层毯子 这都是要去水燕的我感觉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木炭有的是除臭 对 又不除臭 因为你问一下冰箭可能会 没错 中性就是古冰箭 绝对有臭 而且它实际上它的冰箱外面 它有挖一个小孔 小小的孔 那原本是有接一条管子出来 那管子一开始似乎 有啦 来来 让他讲清楚啦 漫画是灌篮高手 对 还有毛巾 然后还有女用的内裤 还有高粱酒瓶 还有有电池的台灯 还有木炭 这样子 大概是这几个 你刚刚讲说 木炭跟灌篮高手的漫画 都是为了吸水 那女用内裤是要吸什么 不知道 西洋气 对 西洋气 西洋气 是的 没有 所以说 我刚刚补充一下 我刚刚讲 因为那时候还有人怀疑是 他是用灌废气自杀 灌瓦斯 因为他那个 有一个管子是接到瓦斯桶那边 对 所以大家就想说 也有可能是自杀案件 但毕竟啦 你这个人就是要找出来嘛 对 后面 那三兄弟 大家一直在怀疑说 是不是跟你们有关系 但其实后面真的 比对出来大家想说 如果说是人是你杀 你怎么那么傻 还把这冰箱 连人带冰箱一起拿去卖 你也没可能 那后面他的 应该是他大哥 才讲出一个关键 就是说 他们之前有个房客 叫阿发的 长也是瘦瘦小小 那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就失踪了 原本跟他们租房子 后面说没有钱付房租 后面就失踪 也找不到人 所以这个冰箱是在租给阿发的房子里面 房子里面 对 结果后面 警方是听到他这个 这个重点 然后才去附近做地毯式的查访 结果查访还知道 原来阿发的摩托车 还停在他们家门口 摩托 对 表示他人也没有走 所以说后面 然后去找到阿发的哥哥 对 有一些肉血 因为阿发有钱科嘛 所以在桃园那边找到阿发的哥哥 阿发上面钱科 他有毒品钱科 毒品钱科 那找到阿哥比对DNA出来才确定说 他是跟大家是相符的 可是其实因为他又是 他哥算旁系血亲 所以 那阿发的爸爸又负不祥 找不到的 妈妈又过世 这个猪猪想说 房客没去 不然如果猪猪 他的东西要清清 全都没掉 对 他不先打开看看 我记得要买东西 这个是冰箱 你怎么打开来 里面有没有东西啊 人家说连开就没开 也没出去了 对啊 人家那些桌大垃圾 里面藏的几百万 可是有一种就是 人家真的家庭 不是 因为我们没有家庭 人家真的家庭 人家就是说 叫人来到中间 他根本来看就没看 这是有可能的 除非是屋主 就是只有一个房子租屋 他就很紧张嘛 他可以放那么多年 放那么多个月 对啊 郭文大哥 那边过人 如果想说 你有可能会把它打开 对啊 他那个冰箱应该是 搬家工人 其实都知道 那个冰箱大概是 剩下多重 因为那里面像骨头而已 骨头是比较重 不是 如果是搬家工人 我懂的是搬家工人 他不会是开 因为就是带我来盘 他自己在穿住 我问到里面有什么问题 他还闻到臭味 对 而且 因为我搬家的时候 也都要搬冰箱 所以呢 他都会要求我们 你要清一下里面的东西 不是 清 清光 他才能够搬 对 没太大 还要除冰 因为他会结冰 要整个除掉之后 然后搬过去 要静置多久 才能够重新插电 所以一定要清空 如果要卖掉的话 但是有个说法 如果要搬洞的话 他们兄弟有个说法 也蛮合理的 因为那时候大哥 邱家山先生 邱家山先生也讲说 因为他们在搬 以前这个冰箱 专门来冰他们鸡肉跟鱼肉的 冰肉类的 所以那时候他们也知道说 以前都是在冰这些东西 所以那天他们搬的时候 有闻到臭味 但是他在想说 是不是以前没有洗干净 所以有那种死鸡死鸭死鱼的臭味 难免有臭味 所以才没有去理这些问题 邱家山先生 邱家山先生 你处理这个状况还蛮多的 你研判这是什么 要一个人死 没那么容易 只是说他一定会有 你以前年轻的时候 要一个人死不是很容易吗 对啊 很容易 什么意思 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 就是说一定会留下 迫在伤口 现场一定会留下 种种的肌症 如果说硬要把它塞进去 除非他有打包 装好 然后血液不会伸到外面 像他那个 我看那个电视 他现场状况都非常的干净 没有留下来任何的 打斗痕迹 对 如果说是用刀刺死的话 那是血局是用整摊再算 不是用喷的 他会整个 如果说这件事命案的话 最难最难最难就是说 他是被悶死或是被热死 因为他已经腐败的程度相当严重 所以这个查不出来 未必 不好意思 我昨天看亚历山大帝 我才发 对不起 不是亚历山大帝 是成吉思汉 我才发现有一种实法 因为成吉思汉 小时候有一个 煞血为盟的兄弟 那两个人曾经并肩作战 并肩作战 到最后 大很多人投效成吉思汉 另外这一个兄弟呢 他很不是滋味 所以呢 后来也反叛 反叛有一天啊 回来再攻打成吉思汉 结果呢 这个 他自己失败 失败以后 他就被 被 这个几个将军带走 逃亡 结果后来 那几个将军觉得说 我带这个人回去 投奔成吉思汉 对 投奔成吉思汉 那他可以领奖 这样子 结果想不到成吉思汉的做法是 把这几个将军 拖出去斩了 这样子 只有那一个 小时候的那个朋友没有斩 为什么要斩我们 你们对自己的组织都不忠 怎么可能对我忠心 好 OK 那他的这个朋友 成吉汉说 朋友回来吧 我还是把你当自己人 他不愿意 他只在他耳朵旁边讲一句话 他说 让我死得有尊严 不要流一滴血 怎么样子才不流一滴血 嚼死啊 后来呢 他是怎样你知道吗 他是用了一个三脚架 把他浪在上面 用他的脊椎把他折断 脊椎断死 脊椎折断 脊椎折断就没有流血啊 第二个 骨头 如果穿骨头的时候 脊椎折断你也看不出来 不是 一定看不出来 这个死亡的原因 在上解播台的话 他一一的呈现 只要一个大体上解播台 从下刀开始 到整个过程当中 都会有呈现 哪里有受伤 严重的断 骨头有没有变形 骨头有没有 脊椎如果有断掉 它会呈现 断掉的时候 虽然久了 虽然久了 可是 这个骨头 骨髓当中 这个结骨 这个也会出血 那个出血性的 那个血迹 会比较浓 那一同位 放置冰柜的客厅 发现 噴墨式血迹 你知道吗 现在有噴墨式印表 今天不然有噴墨式血迹 噴墨式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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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